好同学们今天学期末最后的课程 我们把我们讲过的东西 放在一个比较大的理论系统的架构 重新帮你整理一次 大学生既大学 要的是有能力对特定的理论系统 对特定的理论架构感到兴趣 那是大学之所以是大学的基础 而不是零零岁岁累积的很多内容 那个内容零零岁岁没什么理论性的支撑 那没有用那不叫大学 那叫高中的advance版本而已 高中就是这样子 高中一般而言的高中生不太思考 整体而言理论架构的变圈 上我的课上到现在 我们试着透过一个理论架构的推运 让你对于整堂课的一个可能 一学习下来的啊 听了这么久 学了这么久 有没有办法有一种所谓系统性的架构 把它handle起来 把它结构起来 那个经验值你上这一堂课 尤其是等一下讲的东西你感受一下 那是我要给你的 不用背 这个是什么东西要不要把它背下来 不重要 有兴趣你自然会去把它理解 自然会背 而是那种所谓理论架构 一整堂课下来你学了那么多 有的没有的这些有的没有的 你学了那么多 有没有办法 在一个可能的系统的理论架构之间 把它堆砌起来 把它串联起来 注意喔 这个很重要 这个在大学你不太有机会碰到这样的老师 我也嚣张啊 这个在录的啊 还在上台youtube 我也不怕啊 找不到几个的我展现给你看 这个没办法啊 这个你要在教室里面看到一个老师这样展现你才会相信啊 这个这种装置讲的啊 目其而盗存啊 那个没办法 就是这么简单 我帅给你看 如果你有感觉 那你就读不住了料啊 这个东西很重要 我们谈过了 这一堂课教我们数位文本 数位文本为什么要教他 如果有所谓的传统文本 数位文本我会强调 他就是跟传统文本不一样嘛 我们才要教嘛 不然叫他干嘛 你就会写新闻了啊 你会拍video了啊 你什么都会了啊 上这一堂课干嘛 不需要上嘛 所以他一定有一个什么 本质上的差异 对 他一定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异 我们要把这个本质上的差异 谈出来 在这个本质上的差异的过程当中 来重新思考 这个本质上的差异 跟数位文本之间的关系 你看到我整个分析的脉络 跟架构都是这样子 你不一定要懂 听习惯了 这个所谓的社会科学 所谓的知识系统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展现方式 这才是正规的啊 其他的什么 笔道啦 这个知识 那个知识 垃圾啦 不用上课啦 回去看YouTube就会了 不用上课啦 那不是知识架构的建议嘛 可以脑袋塞一堆 content 而已啊 塞 content 不用读大学 塞 content不用读大学 在家里面天天看YouTube就很厉害的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知识架构的建议 才是大学的核心 我们讲过的 知识架构 通常要追问的是 本质上的差异是什么 数位文本跟传统文本 谈不出本质上的差异 你怎么有能力看这个 这是结构的问题啊 你看逻辑就这么清楚的啊 那这两个本质上的差异是什么 我们课堂上意思在谈 最重要的差异是什么 意义 这两种文本在意义的呈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吗 哦呦 原来是意义的呈现方式不一样 对 既然是意义的呈现方式不一样 我们才能说 诸位文本有新的可能的意义呈现方式 所以我们这一堂课要教 教你的所有的一整个东西 都在思考一种新的意义的呈现方式 以数位文本的结构 以数位文本的技术来呈现 好啦 你看到逻辑推理就是这样子 逻辑推理 原来是意义的呈现方式 不是说什么网络啊 数位啊 上传啊 他都不是啦 那些都只是零零碎碎的那个什么 物质面的吧 零零碎碎的技术面的东西 核心是什么 一个技术感 意义的呈现方式不同 那就要讲了那 这两个东西 在意义的呈现方式不同上的 不同上的本质上的差异是什么 我们说过了 这个传统文本是线性的 这个东西呢 也必然包含的是一个什么 封闭性的 封闭性的知识系统 封闭性的知识系统 这个东西解的东西 我们在里头课都教过了 我现在把它整个码连结起来 数位文本它是一个什么 非线性的 我们讲过了 你在里头书都会看到 数位文本是一个非线性的文本 所谓非线性的文本它就是这个什么 开放性的 开放性的文本 另一种说法叫对话性的文本 就这样子 对话性的文本 当然啦 你要开始问老师那 对话性的文本跟封闭式的文本 在意义呈现上真正的哲学 在意义的不同是什么 这个又是你那个问题了 这个 以后要读哲学系统 不是读哲学系统 你要读博士专 或者你愿意再往下谈再说 现在就是说 好 原来我们要谈一个称之为 对话性文本的意义展现模式 对不对 很重要喔 对话性文本的意义呈现模式 这个恰恰是传统文本做不到的 所以才是新啊 对不对 才是值得我们要去去探讨的需求 跟理论上动力嘛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 哎哟 那如果数位文本是在 创造一种对话型的意义呈现模式 那么我们在写作的技巧 写作的技巧上要注意什么东西 写作的技巧要注意什么东西 才有可能让所谓的对话性文本的意义呈现 有的最大的可能嘛 对不对 你看理论上的推也是这样一路下来的啊 好啦 那你就会说 啊老师我知道了 你的那个教学网站 右上角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对不对 一个叫什么 空间叙事 有没有 一个叫空间叙事 一个叫什么 我上次我不是讲的讲句吗 一个叫互动模态对不对 一个叫空间叙事 一个叫互动模态 先不管哦 哎呦老师我听懂了 原来你教我们教一教 就要办这些所谓的空间叙事跟做模态 这样子的写作技巧 这一堂课要教你写作技巧 对不对 这一堂课要教你所谓的数位文本写作技巧 对不对 为什么是这样教 为什么是教这些内容 就在这个地方解释的清清楚楚给你 这是一个大学上课 大学老师应该给你的什么 学习的合理的建构 我应该展现出来对知识系统讲过 为什么这样解释的清清楚楚呢 不是用谈口号的 谈口号需要上大学 去YouTube找救我 多的呢 我已经给你讲过了 上我的课上这么多 教了一堆有没有的技巧跟技术 为什么教那些 为什么不教这些 这些被决定出来的内容 为什么 因为那些我教的东西可以归纳为空间叙事跟互动模态 而空间叙事跟互动模态 恰恰是创造什么 对话性文本意义呈现最重要的技术手段 选择的技术手段 技术手段你不要听起来这样害怕 你现在使用传统文字 要不要学会用标点符号 逗点啊 句点啊 分号 那个就是技术手段嘛 你写传统的文章 逗点 分号 句点 不会用 乘语不会用 你写个屁啊 那个只是比较简单的技术手段 那个叫技术手段 所以也没那么复杂 当然网路比较复杂一点 好 那空间叙事我们有讲过啦 table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表格 DIV 背景图 是不是 还有什么移动 没有 relative absolut 没有 原来的这些技术 这些技术都跟空间的移动有关 而空间的移动就是为了创造对话性 混淡的可能 互动模态就不用讲了 对 我给你六七个模态 对 六七个是现在啦 以你们这个时代以后往下发展 二四个三四个都有可能 因为这个是被发展跟开发的过程 你们是数位时代刚开始产生的一群 你们以后会有更多人去投入到 互动模态的可能的什么 可能的可能性 或者它表现的可能 内向上有哪些东西 你们会不断的try 不断的创造 这是你们这个时代的使命 那这两个有一个方向是要决定 透过它来时的对话性的文本的什么 意义的呈现变为可能 换句话说 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决定了 决定了我这一堂课 是怎么教你的内容上被建议过的 逻辑系统的推演 这个很重要 你不信的话 随便找一个老师举手问他 老师 你上课一圈 你上不下来 你能不能跟我讲 为什么你要这样教 为什么你上课的内容是这样的结构 你能不能讲得出来 讲不出来为什么要这样教 对不对 讲不出来凭什么你这样教是对的 这是对的老师是很严格的考验 你不要随便举手 你都被荡掉了 没有几个老师撑得起这样的问 刚不是讲这一讲 读书 跟所谓在大学中读书 你要思考一个架构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子思考的模型 就这么简单 不过很清清楚楚 我把我怎么教你的整个结构 讲得清清楚楚 所以最后你就会理解 原来老师你是这样子的结构 跟这样就要教出来 对 为什么我要强调 一定要首先谈书位文本 如果我教他有意义的话 他一定要找出跟传统文本 有本质上差异的地方 没有本质上的差异 我教他干嘛 当然聪明的学生就会追问 老师他凭什么说 凭什么说对话的跟封闭的 就有本质上的差异 他还不错 举一板三你会追问 对 这个我不会在这边跟你讲 你讲一次还不到 你愿意的话你再往下追 你会知道 完全就是有就对了 这有意义本质上的差异 这个本质上意义的差异就在于 传统文本是线性的 是封闭的 而数位文本有可能 我说有可能而已啊 那你要做得好才有可能 做不好也不可能啊 有可能创造出 非线性下的开放性的跟对话性的文本 你的数位文本要能够创造出对话性的 开放性的意义呈现模式 那才有意义啊 那还叫心嘛 对不对 不然用传统的就好了啊 那如何而有可能创造出开放性跟对话性的意义呈现模式 就是在这个理论的要求之下 技巧的产生技巧的介入才有必要啊 对不对 其实这样很有趣的 你如果上传统新闻学咒 你敢不敢去学文老师 老师为什么我需要学新闻学咒的技巧 技巧的产生 技巧的形成 技巧在这个地方之后 为什么要被教的道理在哪 你不要随便问啊 我的课你踢听就好 我们可以这样思考啊 没有几个人解释的出来 那不是我臭屁 真的没有几个人解释的出来 我经常会隔瘾 为什么要教技巧 就在这个结构之下被形成的嘛 对不对 因为通过技巧 我要能够去形成 如何可能的对话性的 跟开放性的意义呈现形式 那到一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把这个技巧 归纳为两大面向 称之为空间叙事 称之为互动模态 当然啦 聪明的同学就会最问 老师那为什么空间叙事跟互动模态 就可以完成对话型文本的产生 这个追问是对的 我在很多课都有讲过了 现在我没有办法讲 因为时间太赶了 但我的结构就是这样子 透过这两个东西 来创造对话型的结构 所以我这个空间叙事里面 内容就开展出来了 对不对 内容就开展出来了同学 大学要求的是内容开展 只要你有能力 对内容做出开展 你就不会喊口号 任何口号 你要破它很简单 只要跟它度下去 请问内容是什么 没有几个讲得出来 就这么简单啦 新闻修不下公正客观 要大家马上知道 请问公正客观的内容是什么 就这样问 老师也好也就走博士观 就随便问啦 公正客观的内容是什么 10个有9.999个 砍 马上嘴巴闭给你看 喊口号 讲不出内容的 跟口号差不多啦 所以内容很重要 大学读书在于内容 我只是说讲不出内容 我没有说大学不是公正客观 很多老师已经对我批评了 你老师上个都在床头不死消息 什么大学 什么心目不需要公正客观 我没有啦 我从来没有说 新闻不需要公正客观啊 这个地方讲清楚 新闻要公正客观 但是你要有能力把 新闻为什么要公正客观的内容 讲出来给我听 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 难道这是一个不需要追问 为什么的东西的问题吗 一个不需要追问为什么的问题 不就是迷信吗 对不对 讲给我听啊 我没有说不重要 很重要 我可以把内容讲得出来 别人能不能讲出来 我不知道 但一个大学生要勇气追问这个问题 不是吗 不然你读大学干嘛 不用怕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讲过的内容 空间叙事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讲 互动模态的内容 我们也可以讲这个内容 就是我每一堂课 每一堂课 教你学的东西 对 透过学这个 来创造这个 来完成我们一种心形态 意义 本质上产生文本的可能性 就是我们指南课呢 教学结构的大纲 好 好